现在我们开始学习MED230的仪器安装 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仪器的配件 仪器的配件为 注水管和黄色漏斗各一个 把注水管和黄色漏斗连接 开关钥匙两把 滤波片三片 滤波片三片分别为430、530和640 黑色电源线一根 治疗手柄两把 A枪治疗头为液光治疗头 B枪治疗头为射频治疗头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仪器的安装 首先做仪器的支架固定 把仪器A枪和B枪的支架分别在仪器两端固定 安装A枪 在A枪的位置 安装易光治疗头 分别对准 插巴做 当听到啪的一声时 灰色按钮弹起 安装完成 现在开始安装B治疗头 B治疗头为射频治疗头 对应相应的插巴做 听到卡的一声时 灰色按钮弹起 B枪头自然 安装完成 钥匙开关的安装 开关上方是IC卡 插卡处 M1D230不需要IC卡 所以我们无需安装IC卡 仪器的屏幕可以轻轻抬起 当我们放下时 手轻轻抬起 即可把面板放下 现在开始学习 仪器后方注水和电源线安装 连接电源线 仪器注水口 现在开始学习M1D230的界面操作 首先先了解一下仪器的用户设置 用户设置键点开后 第一栏为仪器的时间设置 年月日以及时间 设置完毕后按OK表保存即可 第二行为用户为教评模式 教评模式 调教评模式时 虚实界面 处于初始状态 按A枪或B枪的灰色按钮 连续按时下 仪器进入教评模式 用手指 用手指或比较尖锐的物体 点击十字光标中心点 教评完毕 用户设置键第三栏为音量设置 可选择静音或音量大小 第四栏为语言设置栏 语言设置一共为十六种语言 我们可以选择用户所需要的语言 第五栏为背景设置 仪器内设十种背景图案 可选择客户需要的背景 点对沟即可 第六栏为USB用户设置 USB用户设置分别为 系统升级和数据升级 这两个是工程师需要调节使用的 第三个为IC卡设置 仪器可设置IC卡 M1D230这台仪器 是不需要插IC卡使用的 第三栏为后台系统设置 也是在工程师调教仪器时使用 用户无需了解 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下仪器的整个界面 下方的系统 第一个为水循环系统 第二个为仪器的机温 机器温度 当机器温度超过60度时 仪器自动进入报警状态 仪器暂时无法使用 解决方法为仪器关机 休息5到10分钟即可 第三个为仪器的电容显示状态 当仪器电容在黄色时代表电容未充满 当仪器电容在绿色时代表仪器可以 电容充满可以操作使用 仪器的音量设置 可以在界面上直接调节提示音的关闭 最后一栏为时间显示 仪器一共有七大功能 现在我们单独学习每个仪器的界面操作 首先我们学习脱毛键 脱毛功能 脱毛功能界面选择有女性 男性性别选择 因为女性和男性的毛发 生长的深度以及浓密度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选择完男性以及女性后 我们进行皮肤种类的选择 皮肤种类有五种 一号皮肤为最白 五号皮肤为最黑 一般我们经常选择是三号亚洲皮肤 毛发的浓密度 浓密度有稀疏中等和浓密的区分 根据客户的实际毛发情况选择 毛发颜色有金色浅棕色及黑色 我们不常用到的是金色和浅色毛发 金色和浅色毛发常存在于欧洲人 浅棕色毛发指的是纯毛 深色毛发深中色毛发及黑色毛发 指的是我们的体毛 毛发的粗细分为细软中等及很粗 我们根据客户的实际的皮肤毛发颜色进行选择 毛发的粗细细软的指的是纯毛 中等毛发一般长指是四肢手臂及腿毛 很粗的毛发指的是比基尼以及法际线毛发 在仪器的下方有三个指示 键头向左代表着是返回键返回仪器的主菜单 十字光标进入专业模式 向右键进入智能模式 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在购买前一年之内使用智能模式 我们选择完仪器的参数后 进入智能模式 当仪器使用一段时间后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专业模式 点击进入脱毛界面后 点十字光标进入专业模式 专业模式进入时 手脉宽 手脉从颜时 四脉宽 四脉从颜时 点击变为红色 均可以用上下键去调节参数 脉冲个数 脉冲个数我们常选择 白种人为两到三个脉冲个数 红种人为两到四个脉冲个数 黑种人建议为四到五个脉冲个数 脉冲间隔 脉冲间隔指的是出光间隔 仪器默认为两千毫秒 两千毫秒为两秒 一般我们不建议通过仪器控制输光间隔 我们建议用仪器的治疗手柄 灰式按钮控制输光间隔 IPL能量设置 IPL能量最高可调至60 在使用时 我们建议客户在使用专业模式 最高也不要超过45号 45焦耳 因为刚超过45焦耳时 很容易有灼烧现象的发生 射频能量的选择 射频能量我们建议选择为5瓦到15瓦之间 黄色雪花开至最大全开 当我们雪花全开时 舒适度同时同样也是最高的 技术选择 当次使用 清零键 返回键 及开始键 当我们按开始键后 电容指示灯 灯变为绿色 代表电容充满电 仪器 治疗头 灯开始预燃 这时我们开始进行仪器的操作 第二个功能为 韧肤S2 我们点击韧肤功能 进入韧肤界面 韧肤界面选择相较 后毛模式来说 更简洁一些 分为两项可供选择 皮肤种类 一号皮肤为最白 黑色皮肤为最黑 一号和二号皮肤 适用于欧洲人 三号皮肤 适用于亚洲人 四号及五号皮肤 适用于黑种人 我们经常 亚洲人选择为三号皮肤 治疗部位 分为弱 中 强 代表治疗的深度 一般我们在建议 在练习操作时 我们可以选择弱 但是我们在进行客户治疗时 我们建议最低选择中 或者强 以保证治疗效果 选择中 或者强 治疗效果后 选择皮肤的种类 进入智能模式 进入智能模式后 和通貌模式是同样的 脉宽 脉冲间隔 次脉宽 次脉冲间隔 无论怎么点击 均是调节不了的 上面一栏 我们都是无法调节 我们仅可以调节的是 IPL的能量 IPL能量调节 通过上下键选择 能量的建议 根据提示栏 范围进行选择 射频能量 选择5到15 雪花 全开始最大 以保证操作时舒适感 选择开始 即可以进行操作 在操作之前 不要忘记擦滤波片 嫩敷的滤波片 我们建议使用的是530纳米 现在我们看一下 嫩敷的 当我们选择嫩敷专业模式时 无需选择皮肤种类 及治疗深度 直接点击十字光标 进入专业模式 进入专业模式后 手脉宽 手脉冲岩时 试脉宽 试脉冲岩时 点击变为红色后 都可以通过上下键调节 脉冲个数 脉冲岩 脉冲间隔 都是可以点击变为红色 通过上下键调节的 IPL的能量 射频的能量 IPL能量及射频能量 根据皮肤的状况 进行能量选择 也可以根据中文使用手册内 后面附的能量参数建议表进行调节 但是无论我们调节能量多少 雪花都是拍子最大的 以确保操作时的舒适度 在我们专业模式界面内 是没有预波片提示的 但是嫩敷操作 预波片的选择必须为530纳米 返回键和开始键 点完我们预览键以后 就可以进行武器的能肤操作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三个功能 P2 P2代表的是去斑 点击去斑键 进入的和能肤模式一样 选择皮肤种类 治疗深度 返回 进入专业模式 进入智能模式 它的调节和能肤是一样的 第四个功能 P2 P2代表的是去红血丝 点击进入后 皮肤种类 治疗深度 点击我们黄色3号黄色皮肤 治疗深度 中层代表的是浅层红血丝 墙代表的是深层红血丝 我们在治疗红血丝时 一般弱是不建议使用的 因为弱的能力 建议的标准能量是比较小的 进返回键 进入专业模式 及智能模式 每个界面和能肤界面是同样操作使用 去纵 同样选择皮肤种类 治疗深度 我们也是建议选择中 离强 托窗模式 同样为皮肤种类和治疗深度的选择 射频界面的选择和我们前6个功能界面选择是不一样的 射频界面 能量 能量最大为26 一般我们常建议客人使用的是从3起调 输出间隔为1000毫秒 这个是指我们每一束能量的间隔时间 工作时间指射频在皮肤上的停留时间 我们同样设置为1000毫秒 冷冻调至最大 以确保操作时的舒适度 返回键 开始键 当我们点击仪器开始键后 按预热键后 我们把仪器治疗头 选择合适治疗头 选在仪器上 按仪器的手柄上方 灰色按钮 在仪器界面上 即出现工作状态 仪器治疗头一共为3个 窝牛头用来治疗 用来治疗眼部 口中等一些细小部位 身体治疗头 比面部治疗头略大一圈 用来治疗一些面部比较肥胖的客人或身体部位 我们返回到仪器的主界面 现在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每个仪器的功能设置 脱毛键 脱毛我们选择的滤波片为640纳米 嫩肤 去斑 去红血丝 我们建议选择的滤波片是530纳米 去皱 选择的是640纳米 搓窗 选择的是430纳米 射频键选择 我们有3个治疗头 温牛头用来治疗眼部及口中细小部位 面部治疗头以及身体治疗头 好 现在学习完仪器界面后 我们开始学习仪器的手法操作 射频所使用的产品 为按摩膏 按摩膏 按摩膏所建议的选择是 不可有太多水分 主要以润滑为主 在面部涂薄薄一层即可 在毛发的地方可以适当的稍微涂得厚一些 以免操作时有静电的产生 增加客户使用的舒适感 仪器的治疗头有三个型号可选择 分别为大 中 小 小头为蜗牛头 大头为治疗身体的治疗头 我们现在所选的这个治疗头为面部治疗头 现在开始仪器操作 仪器操作时需按下 治疗手柄上面的灰色按钮 开始操作 操作时要求手法必须服贴 如果手法不服贴时会有轻微的针刺感 第一步先在面部轻柔打圈 打开按摩膏 第二步 根据肌肉的纹理向上提升 操作时需有轻微的渗透力 放和抬起时 手必须同时离开皮肤 否则皮肤会有轻微的针刺感 根据肌肉纹理向上提升 在治疗眼部和额头时 能量可以适当向下调低一格 因为眼部和额头的皮肤组织较薄 在咬肌比较肥大的地方 第三步可以使用打圈的手法 起到绒指和收紧的效果 打三到四个圈以后向上提升 增加苹果肌的饱满 另一只手可以配合提升 以增加效果和服贴度 年龄较大的客人 可以做轮廓的定点提升 有双下法的客人 重点做一下下额的收紧 好 全脸操作完毕 重复三到四遍 半张面部的治疗时间为15分钟 整个面部治疗结束之后 开始做局部问题加强 今天我们重点操作的部位 是法令纹 眼部 穿字纹及抬头纹 在做问题部位加强时 可采取锐质型手法 能量适当向第一格 和眼部和额头能量相似 重复走两到三遍 最多不可超过四遍 在一个部位反复操作时 皮肤温度会微微发红 当超过三遍以后 皮肤底层温度过高 现在开始治疗眼部 治疗眼部时 能量同样调低一格 可以选择蜗牛头 或者面部治疗头也可 顺着眼轮杂鸡的鸡肉纹里 轻轻向上提升 有皱纹比较明显的地方 采取逆打圈的形式 在操作治疗前 首先要将眼睛或眉毛进行保护 用医用胶布或护目镜进行保护 操作者需要戴绿色一光眼镜 进行保护眼睛 在面部涂上一毫米左右的冷凝胶 凝胶涂至一块钱硬币的厚度 颧骨太阳穴额头可适当将厚度涂到两毫米 嫩肤操作需要使用530的绿光片 四个白色凹槽向上 倒角向下 绿光片是有使用寿命的 当绿光片上出现大面积白色码点时 需要进行更换 将绿光片插入凹槽内 固定好 进行操作 取下保护罩 将灯预燃 先对地面空发一下能量 操作时 由下巴开始进行操作 每个光斑要重叠三分之一 采用提升的手法向上提升进行操作 操作时要随时关注客人的感觉 根据客人的感觉进行能量的调节 光斑要完合 完全贴合于皮肤 绿光片 操作颧骨太阳穴及额头时要适当减弱两个能量 离开有魔法的部位 离开有魔法的部位 全面操作两至三遍 第三遍可针对问题部位进行加强 例如色斑、皱纹、搓窗、嘴周颜色发暗等 面部操作手法是相似的 只有脱毛除外 下面进行脱毛操作 如果客人涂抹了披位剂或止汗香珠 需要用洁面产品清洁后进行操作 下面进行背皮将毛发刮至1到2毫米 首先涂抹薄薄一层凝胶 便于刮毛时的操作 凝胶涂抹至1到2毫米 一块钱硬币的厚度 拖毛时需要插640的绿光片 拖毛时需要从一侧向另一侧进行操作 同样光斑压制三分之一 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 选择能量 光斑压完全贴合于皮肤 翻新的避孔 同样的操作手法 操作两至三遍 操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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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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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仪器的清洁操作 首先将绿光片取出放在盒内 用湿棉布擦拭光斑内的凝胶 擦拭干净为止 不要用酒精进行擦拭 绿光片可用酒精和眼睛布进行擦拭 擦拭到完全干净为止 擦拭完毕后盖上保护盖 将治疗手柄放在支架上